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后不过短短三个月时间 在业内 天启礼业稳坐全球最大矿石体理生产商的宝座 是个谭笑间几乎就左右全球理业格局的大哥角色 几年前 天启礼业硬是抡着民营企业的细胳膊 却跟国际矿业巨头掰手腕 通过两次标志性的蛇吞巷市收购 吃下了世界级理矿的重要份额 风光无限 却也身处险峰 西南证券的研报指出 天启礼业过山车一般的业绩 根子还是疯狂的摧肥过程中加的杠杆 礼业一搁大个喷嚏 市场就吓得抖三抖 无力不起早 市场对这家公司的偏爱 根源上还是人家家里有矿啊 这座金矿就是礼 天启礼业偏居四川摄红县的时候 礼还只被称作工业卫金 等到这家企业出手争夺全球礼矿资源的时候 礼已经被叫做白色石油了 从默默无闻到风光无限 礼矿战争正在上演 一 礼矿为什么重要 因为这是新时代的缘由 作为已知的质量最轻的金属 礼相当的活泼 等质量的情况下能释放的电子非常高 具有超强的电化学活性 上世纪90年代 发明锂离子可充电电池的索尼 带着整个日本的消费电子产业起飞 横扫全球 礼在消费电子领域掀起的巨阵 已经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1997年 同样由日本造出了世界上 第一辆锂离子电池提供动力的汽车 一场颠覆百年汽车工业史的新能源革命 就此开启 时至今日 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出政策 支持新能源汽车发展 有的干脆写明了 逐步停止燃油汽车的销售的时间表 传统汽车需要烧汽油 新能源汽车的核心就是动力电池 这也占到造车成本的大头 在动力电池的成本当中 正级材料的占比超过40% 礼恰是正级材料的核心原料 根据美国亚宝公司的报告 一辆纯电动汽车的碳酸锂消耗量 约为40到80千克 这场电动汽车代替传统燃油汽车的新能源革命 本质上就是金属锂代替石油的过程 谁要发展新能源汽车 就得保证能够稳定地获取锂资源的渠道 最好价格再便宜一点 让造出的车更有成本优势 谁如果拿不到 就得处处受制于人 没有什么能比占领锂矿更高效安全的方案了 如果不行就多占几座 现在地球上 锂资源的储备较为丰富 根据美国地质勘探局的报告显示 2018年 全球探明锂资源储备为1400万金属吨 有潜在开发价值的资源量 为6200万金属吨 锂一般从锂矿石与盐湖卤水中进行提取 技术条件也相对成熟 同时 锂矿采选流程也比较容易复制 产量爬坡也比较快 在新能源市场的刺激下 矿石锂也快速响应了 全球需求的增长 数据显示 2018年 全球锂矿产量 高速增长达到8.5万吨 比2017年增长了23% 但锂资源在全球的分布 极不均衡 探明储量主要分布在智利 澳大利亚 阿根廷 中国 一半以上集中在南美 南美的盐湖和西澳的锂矿 是最重要的原材料供给来源 不换管而换不均 为锂矿的争夺 卖下了伏笔 二 中国的锂化语权到底硬不硬 中国是全球第四大锂资源国 其中 卢水型锂资源占了中国锂总储量的85% 和很多资源一样 锂资源在中国也有着总量大 品质低 开采难的通病 从地理分布上看 中国的锂资源集中分布在青海和西藏地区 但这些地区基建落后 开采成本高 生态环境脆弱 但中国巨量增长的锂资源需求 却一刻也等不及 按照工信部的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 2020年 新能源汽车产量达200万辆 需要增加10到14万吨碳酸锂的消耗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研究所的报告预测 到2025年 与国内43.38万吨碳酸锂当量需求相比 本土供应仅为18万吨 还有25.38万吨的缺口 不考虑出口所需的锂资源 需求的对外依存度高达58.5% 这把中国牢牢地摁在 全球锂资源第一进口大国的位置 锂资源供应严重依赖进口 因此我国在国家层面上高度重视 对锂资源的勘察与开发 第一步 国家出手 保护 保护 再保护 发改委在全球矿产资源规划 2016到2020中 有18处提到锂 把锂作为9个需要 储备和保护矿种之一 24种战略性矿种之一 锂资源划定由国家规划矿区 建设四川甲基卡等锂矿新型能源 资源基地 强化北江 川习 武夷山等地区锂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 加强青海 查尔汗 西藏 扎不耶等 盐湖 锂资源评价 突破盐湖卤水提理关键技术 第二步 明里暗里给锂行业企业出海并购 开绿灯 买买买 仅2017年一年就有近20起中资企业 跨境并购理矿资源 2018年 天启理业在严控资本外流的环境下 动用上百亿人民币收购海外资产 成为理矿巨头SQM第二大股东 2019年 干封理业 申申股份 宁德时代等 也在西澳矿山和南美盐湖多有斩获 谋国也好 谋身也罢 我国理业公司 参与全球理资源的竞争 的确在一定程度上 保障了我国理资源的供应 简言之 理是中国的一项战略优先任务 USGS调查数据显示 2018年 中国理产量为8000吨 在所有国家中排名第三 是美国的近10倍 2018年 中国理储量为100万吨 几乎是美国的30倍 根据数据 中国目前已经主导了 锂金属最终产品的供应 生产了全球近三分之二的锂离子电池 美国为5% 并控制着全球大部分的锂加工设施 中国在锂产品加工有优势 得益于中国的体锂工艺不得升级 成本较低 锂研加工工厂也积极扩张产能 最重要的是 中国与矿业体系成熟的澳洲 运输条件最为便利 澳洲矿加中国锂研厂 成了单吨碳酸锂 最具资本支出效率的组合 这也是为什么 锂矿巨头美国亚宝和FMC 相继在中国国内投资建厂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发布的报告提到 2018年 中国总往常的锂研进口大国 转化为锂研出口大国 总计进出口1.33万吨锂产品 未来我国对外锂研出口 预计会越来越大 在锂离子动力电池领域 中国企业同样争气 最近 韩国发布的数据显示 2019年 全球锂离子动力电池总出货量 为116.6千兆瓦时 宁德时代拿下了出货量冠军 完成三连冠 进入Top10的企业 中国占了一半 五家中国动力电池企业 占据了45.1%的市场份额 高盛集团则预测 十年之内 中国将能够满足全球近60%的 电动汽车需求 根据预测 虽然中国锂电池市场 仍将在全球占据 举足轻重的地位 但欧美市场 也将在未来十年崛起 全球动力电池市场的 马太效应 越来越明显 最核心的动力电池 依旧被中日韩把控 凭借技术壁垒 汽车业曾经西墙东落的局面 恐怕要变了天 三 锂矿战争的新打法 开采锂矿时 是锂产业链的上游 加工锂岩产品 并用于锂电池制造 则位于锂产业链的中下游 围绕着锂的新战争 也在锂产业链的中下游打响 比如 锂矿大湖澳大利亚 牢骚满腹 澳贸易部长明确表态 澳大利亚的锂矿一开采出来 就被运到海外 加工锂产品和电池制造 这种价值创造的活动 都跟澳大利亚没关系 意思很明显 干活脏又累 还担着环境风险 拿的钱却最少 图澳觉得很委屈 于是澳政府正大力吸引海外投资 同时也鼓励国内锂矿商 向下去配套建设锂炎 锂电池产能 形成一种垂直一体化布局 美国也推动有关法案 帮助美国企业开采锂 来抵制中国在锂电供应链的主导地位 美国锂矿巨头旗帜 鲜明地打出了本地产能 供给本地市场战略 西澳的矿加中国锂炎厂 这个最具效率的组合 未来或许要改变了 解颜值 就是眼红中国赚了这笔加工锂矿石的钱 希望从中分一杯羹 在澳洲建造从矿石到动力电池的完整产业链 或者直接把锂炎运到日本和韩国 加工电池 甚至在欧美终端市场 投资建设 锂化和物产能 都不是没有可能 此外 随着特拉斯和宁德时代 新的动力电池合作消息传出 有关磷酸铁锂和三原电池的技术路线之争 风烟再起 围绕两种电池的技术 有任何风吹草动 都会牵动背后一整条 锂产品产业链兴衰 而这则 而这则是另一个波澜壮阔的故事了 对于这场锂的战争来说 已不是攻城掠地 占山为王 而是演变为一场综合国力 与科创实力博弈的大国棋局 每一步都事关理想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 即使是全部学 STRG 对于我 他们推幻